東區Arduino建置計劃是由宜蘭佛光大學 許惠美教授所主導的一個 計劃 為了一些弱勢的 小朋友或者是偏鄉的小朋友 我們可以更容易推廣 開放硬體的一個教學計劃 他們做了很多努力 把開放硬體的價格已經下降到非常非常的多 你可能只要幾張百元大鈔 就可以擁有以下的模組 他這些模組包括了 Arduino的R3 Uno的這塊板子 還有一個Iobo 感測擴充板 然後有一個搖桿模組 還有一個是旋轉編碼模組 這個就是可編點阻模組 還有無緣風明器模組 這是風明器的模組 還有RGB的LED燈 這是紅、黃、綠的 另外一個是三色全彩的LED模組 一個紅外線發射模組 紅外線感測接收模組 有發射就有接收 再來 紅外線循跡感測器 它可以測距 也可以測 物體的 顏色 微動開關 熱敏電阻 溫度感應模組 這是可以感測溫度的 水平開關 模組 一個是光敏模組 光敏模組 好 那原來水平開關是 用水銀電池的 現在已經改 因為水銀對環境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改成 鋼珠的 所以變成水平開關 然後光明電阻 有一個光明電阻的模組 可以針對光線的強弱 來做一個感測 還有一個是按鈕模組 直接 開跟關 這麼多個模組 那你只需要花幾百元的 一個金額你就可以擁有這些模組 它的CP值 是 目前看到 它的CP值是最高的 也適合大家在推動 這些開放硬體進入校園的時候 把這些門檻降低 到非常非常多的 一個 方 一個方案 感謝 宜蘭大學 許惠美教授 還有 張師大的吳志文老師 這些模組都是他 很辛苦的 把線路 還有一些東西 他辛苦去把它 張羅出來的 那我們在享受的過程 感謝這兩位 老師的努力跟付出